成都大运会女排比赛半决赛昨天结束 中国队以3比0击败波兰队挺进决赛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中国队一开场便给对手施加压力 队员们不仅在网口占据优势 而且进攻方式更加多样 既有4号位的强攻下分 也有3号位的快攻 压力之下波兰队一传出现失误 送给中国队一记探头 比赛开始不久 波兰队就不得不申请暂停以做调整 不过还是没有顶住中国队的攻势 中国队25比20赢下小局 我觉得今天 我觉得自己在进攻上是一个突破 然后因为前几场说实话 配的并不是特别理想 然后今天就是在进攻上 也就是从昨天开始 也一直和二船沟通 然后今天包括今天上午的训练 一直在配合 然后就是相互磨合 然后有问题 大家及时说出来 一直在调整 第二局 中国队打得愈发流畅 在这局的中断 球队一度连得5分 将本分拉开 面对中国队的进攻 布兰队阵脚大乱 25比15 中国队拿下第二局 第三局 中国队始终占据网口优势 又一个25比15 影响第三局 从而以大比分3比0 击败对手晋级决赛 中国队将在明天 与日本队争够冠军 很高兴嘛 能取得这场比赛胜利 整体队员现在看啊 这几场比赛是一场比一场有进步 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也希望队员能保持住这个劲头 因为还有一场最关键的比赛 也希望队员把自己所有的这种能力 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体验出来 我们肯定是冲击的最高领奖台 然后我们也是一定要 我们也是做好研究 然后去冲击对手 做足了困难准备 一定去一起齐心协力 去拼他们 拼对手 整场比赛 无论是在进攻篮网 还是发球上 波兰队都处于劣势 而且单单是失误 就给中国队送出了22分 赛后 波兰队队长直言 球队发挥不佳 我觉得我们本场比赛 发挥得不好 不过这次成都大运会 我们打得很顽强 对此我很骄傲 接下来我们要力争 拿到铜牌